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冷却下来 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好像秋天到了 好 那么我们来关心一下 在天气方面呢 大家现在不外乎焦点都是集中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一眼将会登陆的这一个重要消息 那么现在一眼呢 预计比之前登陆的时间还要早 因此现在佛罗里达州西边的海岸 已经有超过250万人的居民 政府要他们做这个evacuation 那么估计一眼袭击佛罗里达州时的风速呢 会是每小时130英里 那么届时他们的大风大浪会到12英尺以上啊 所以说是非常的恐怖 那么这一次他们最主要的袭击的对象呢 包括了Tampa Tampa Florida呢 在上一次遭到飓风直接袭击的时候是1921年了 所以将近100年之后 这一次来了一个超大的飓风 想到Harris County和休斯顿的这个飓风防制中心呢 他们也表示现在进入飓风季节 他们也在加强的准备 并且胸有成竹的说 如果日后休斯顿地区有飓风的话 他们将会有万全的准备 他们说不论是撤离民众 将会以ZIP Code的方式来撤离沿海一带的民众 还有会有许多的避难所 shelters等等啊 这些Harris County的相关部门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Harris County 最近呢 他们想要通过会议的方式来决定 新一个年度征收税的额度 但是呢 却因为Harris County要开会 已经有两次 有没有办法来进行投票表决 因为其中两名共和党籍的 应该是法官啊 Commissioner Tom Renzi和Jack Cagle 前两次呢 都不出席迫使 Linda Hedago没有办法来进行 对税额肯定的表决 那么Linda Hedago呢 她当然十分的生气不满 昨天和另外两名民主党的 这个Harris County的Commissioner Rodney Ellis和Adrian Garcia 三人关着门啊 来进行商讨 是否借由法律的途径 来要求Ramsey和Cagle 两个人出席进行表决 那么当然这两人 因为是少数啊 这个议案 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出席之后呢 这个议案一定会通过 Hedago法官表示呢 这个新的税法啊 对Harris County的居民来说呢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呢税率降低了 而且呢 Harris County这次需要 这一个新的预算法案 所以能够有更多的福利和服务 给现在Harris County 众多的居民 那么这两名不出席的 共和党Commissioners 两人则分别发表声明说 Hedago法官以及其他的 民主党的这个Commissioner呢 是在misleading 就是误导居民 虽然好像说是税额减少 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的 房屋价钱都飙涨 因此即使是现在的税额减少 您还是会要多缴房屋税 或是财产税 那么再加上新的这个预算案呢 会给Harris County 多250个Million 或是2亿5000万元的税收 让他们增加这个大政府的开销 因此呢 这两人不愿意参与 或是让这个税法通过 那么到底现在这个总境 Lena Hedago法官将会如何解决呢 那么不晓得听众朋友们 您觉得是否应该让这个税法通过呢 好 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这个Texas EcoSearch 在昨天已经开始帮助寻找 这一名自上个星期四就宣告 失踪的Alvin中学老师 Michelle Reynolds 那么他的家人表示 自从上个星期四之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 好 看一下 这是来自KHOU电视台的报导 距离11月8号的大选不到两个月 那么根据德州最新民调显示 共和党人支持率仍然领先 那么上述是KHOU德州西班牙裔政策基金会民调 所作出的结论之一 那么该民调是根据9月6号到15号 针对1172名德州可能的选民进行调查 民调显示在可能的选民当中 现任共和党州的州长Greg Abbott 以7个百分点领先挑战者Betto Aroke 51%对44% 那么德州西班牙裔政策基金会研究 与分析主任Mark Jones说 这个Aroke需要改变现状的游戏规则 因为若是现状继续持续下去 在大选当日 他的得票率将会流失7%到12% 那么最有可能的选民当中 Greg Abbott领先将会增加到至少10个百分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有关德州边境大开放 造成偷渡客人数大增的消息 位于San Antonio西边 大约100英里的Eagle Pass 最近几个月偷渡客人数大增 而且组成与过去的偷渡客大不相同 8月份从这一带偷渡入境被捕的5万多人当中 有一半是委内威拉人 古巴人和尼加拉瓜人 拜登政府在春末的时候放宽了这些偷渡客入境限制之后 美墨边界偷渡人数大增 边界巡逻局逮捕偷渡客以后 进行登陆程序 然后去把他们放行 又重演边界如同虚设的旧状 传统上偷渡客的热门入境点包括了 El Paso和格兰德河谷 偷渡客以墨西哥人和中美洲北部几国的人最多 但最近的偷渡点热点是在Del Rio Sector 而且委内威拉人古巴人以及尼加拉瓜人占了一半 那么曾经过去是边界巡逻局的巡守员 他这个人后来在附近买了一个农装 他表示最近他看到很多人涉水过河进入他的地界 虽然他知道这些人只是路过 还是给他带来的不少困扰 那么比如有一天他有一个偷渡客 叫Jose浑身湿透的出现了在他的土地上 他用西班牙文问他 你T恤底下藏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结果呢 发现他的T恤底下呢 里面藏了一个大的塑胶袋 里面有干净的衣服鞋子 各种文件等等 那么当这名偷渡客成功之后 他打电话仍然留在委内瑞拉的妻子 告诉他已经平安的进入了美国境内 并且表示呢 可能日后妻子和老婆都必须要接来了 总之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已经崩溃 居民买不起食物 各个都市和城镇都被帮派掌控 因此这个偷渡客表示呢 他必须离开 多数当地人对吴正克的境遇呢 虽然表示同情 但是呢 他们也指出美国不能够这样 无限制的接受全世界所有的难民 目前德州政府出巴士前 让吴正克或是偷渡客 到华盛顿首府 纽约市芝加哥 或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送他们过去 因为这些呢 都是民主党所谓的偷渡客天堂 他们愿意给Sanctuary的招待 但是当这些巴士从德州到达他们的这个城市之后呢 这些政府 这些不论是纽约市芝加哥或是华盛顿 他们却是大惊小怪 连连宣布呢 德州或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违反人权法宪法 等等等等 都不愿意伸出援手 总之 这个偷渡客的现象啊 自从拜登当了总统之后呢 是越演越烈 到底这个现象要怎么样能够解决呢 希望在这一次其中选举能够送给 目前民主党当政政府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